怎样打开一个UI-document-provider-media呢?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是某一个的APP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呢 点击某个按钮来打开我们的 Document-provider的一个选择的这么一个UI 然后这个地方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选择其中某一个 Document-provider OK 叫OpenDOS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 我们要创建一个对象叫Menu OK MenuVC 叫做UI-document-menu VCtrl UI-document-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创建方式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文件的类型 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什么 Public-test Public-content 就是那些东西 我们看第一个 Public-content OK 第一个就是打开的模式 我们之前讲的有四种模式 UIDO-document- Public-model 我们以打开的方式打开它吧 然后现在我们建立了一个 MailVC 然后接着我们 Plazen OK MenuVC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打开它的时候 它就会弹出选择的选择 对不对 选择的选择这个文档存储 提供的这么一个扩展 然后接着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个呢 那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处理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一个 Delicate UID UID Document Menu Delicate 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方法 只有一个 叫做Document 它这个地方主要是有什么参数呢 这个地方就是指的 我们当我们选中某一个Document的PickerViewController的时候 它就会返回这个东西 当它返回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当然是进一步打开这个 也就是将我们所选择的这个DocumentProvider 这个扩展的UI呢 嵌入到我们的host的APP当中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self.pollet.tensionViewController 然后再DocumentPicker 到这一步之后呢 到我们 我们就可以 到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就打开了我们 所编写的DocumentProvider的一个UI 也就是 比方说 在这个地方的UI 就会打开它了 当我们打开它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操作 当我们操作完了之后 那么可能会调用 我们之前的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dismissgrantingaccessToURL 当我们调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又会响应到 响应另外一个委托 是什么的委托呢 就是那个 UIDocumentPickerViewController的委托 然后它的Udelegate是什么呢 UIDocumentPicker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有什么方法 OK 当它返回 当它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它 在这个地方 它会返回一个URL 这是第一种类型 另外一种类型 就是当我们进行一个操作之后 我们是 做一个取消来返回的 也就是我们不做任何事情 我们现在先看第一种类型 DLC1 type能飞浸 그랬许 我 就 你 在这个地方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返回文件相关的URL 它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利用它所返回的URL 然后进行一些文件的操作 这个地方就会涉及到一个APP group 或者说是文件共享的问题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访问我们自己APP以外的这些沙盒 沙盒所存储的一些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文 方法 然后这个地方没什么可说的呢 当然就是取消操作了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主要设计 我在这个地方再统一的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地方主要设计到什么 两个主要设计到其实只有一个类 就是这个menu UI document menu view controller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一个入口 来打开我们的文档提供的这些选项栏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先 messy 我们可以去设计 看 我们可以在前面的情况下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看 我们可以在意义里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我可以在意义里 所以 这么可以在意义里 感谢观看 然后打开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选 当我们 这个UI UI document menu view controller呢 它主要就是提供一个action 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一个其中的某一个扩展 来完成相关的文件的四个操作其中之一 由于在这个地方呢 我当我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的开发者账号呢出了一点小问题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操作呢 我们是需要一个 开发者账号必须在我们的本机登录 才能够完成一定操作的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截了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当我们点击某一个按钮的时候 然后打开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选 那么 那么 当我们 这个UA 它主要就是提供一个Action 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其中的某一个扩展 来完成相关的文件的四个操作其中之一 由于在这个地方 我让我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的开发者账号出了一点小问题 但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操作 我们是需要一个开发者账号 必须在我们的本机登录才能够完成一定操作的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结了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当我们点击某一个按钮的时候 它在我们的host app当中会弹出这个东西 这一部分是属于我们自己host app的相关的一个UI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个扩展 来进行相关的操作 另外呢 当我们选择之后呢 它就会弹出我们的一个文件的相关操作的一个UI 这一部分的UI呢 是我们扩展的UI 是我们扩展的UI嵌入到我们的host app当中的 然后接着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操作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需要我们去弹出这个进行选择 我们也可以直接就完成 不通过用户 直接就可以完成这个文件的操作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就放在了这个FireProviderSwift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扩展部分呢 叫做FireProviderExtension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有哪些类方法呢 它这一方法都是比较的 相对来讲是比较对应的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导入或者是打开上传下载 它有比方说上传和下载 它们有时候它只需要 其中的有一部分数据是有的 有一部分数据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它的它的Night或者是Red读写 那么它是相对应的 就是读的时候 那么写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就是不返回的 就是唯空的 如果写的时候 那读它的相关信息 就是唯空的 如果你这样对立起来来讲的话 那么其实 这里面的这么多的方法 或者是这么多的返回值的 这些一些变量 它其实只是一部分 只有一半的内容 你就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它 怎么去做相关的处理 比方说 它这个地方提供的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从整体去把握它 比方说我们最开始的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写一个障位符在这 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返回这么一个障位符的URL 在这个位置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它提供Provider的Identifier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Document Storage URL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些都基本上都是对立起来的 然后我们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 最后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开发 需要注意的几个思想 第一个思想呢 就是如果你需要调试这个相关的功能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开发者账号 必须要登陆到我们的本地上 它完成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Captability 它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需要开启一个APP跟Loop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为我们的APP重新开发 在我们自身的沙盒以外 开输出一个存储空间 使其他的 几个APP可以和我们自身的APP呢 共享一定的存储空间 它只是提供一个URL的不同而已 其他的操作几乎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点 这一点来讲 其实没有太多的支持点 然后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就是一个Document Provider呢 它一般来讲是支持四种操作 但是呢 你可以只支持其中某一种操作 我们可以在这个Prepare这个函数当中呢 根据它的PickerMod来写出不同的UI 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呢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FireProvider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进行更加复杂的文件的上传下载 等等一些操作 当然它其实也涉及到一部分的 多线程调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资源获取失败的等等一些复杂的问题操作 在这一部分呢 我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引导的作用 去了解它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 至于很复杂的这些文件文档共享的操作呢 其实实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可以不妨尝试着去理解一下 然后再去尝试着去做一下 在课程的最后呢 我会给大家补上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一个一个Demo 这一部分的讲解呢 大概先到此为止 我们再来讲解一下 那里有一个 我们再来试试一下 这边再来试试着 再来试试一下